- 大家好,我是花之丸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二之國交錯世界,手遊的錦翼玩法 首先先登入我們的遊戲 目前是在百洋做生存 但很多人玩這個遊戲都會有一個大問題 無課到底能不能生存 這是我目前為止看下來最多的問題 那基本上這個遊戲呢我認為主著就是圍繞在 最簡單的就是我們的 民生為託號我們的燕子傷惡為論 我們先到我們的燕子傷惡為論 基本上我認為這遊戲啊 它所有的等級重點就是在我們的 商會活動 燕子傷惡是我認為這遊戲經驗的最大來源 那我認為如果你是武克的玩家不要去按這個更新委託 因為你會時候會沒錢 所以我會覺得說你把錢存下來就靠賽去刷這個就好了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討伐任務 討伐任務也是經驗的來源之一 我會覺得說如果你是一個武克的玩家這些都是必解 可是討伐任務啊跟燕子傷惡是這個遊戲 我目前為止覺得必解的 那這些我都認為是很簡單就可以解的 那這些任務解完之後就可以去選擇你要怎麼去做 你可以去找景點的解成就啊 像是這個遊戲如果你無克的話 我會比較建議你去解這個冒險紀錄 你可以去找你要打的怪物然後去收集它的靈魂石 那這些東西都會增加一點迴避力 然後可以增加戰力或是增加攻擊力或是防禦 那每一種的功用都不一樣 大家可以尋找自己喜歡加的能力 然後去打那個怪物的靈魂石 那就可以得到那個怪物的圖鑑能力 那我個人是屬於比較偏向於收集癖的玩家 所以我也想要收集這些東西 那收集完會加戰力對於 你無克啊或者是你小克都有一些小幫助 景點的部分是最重要的 這個景點呢大家建議去取畫全開 那景點的部分等一下我會給大家看景點的 地圖的景點我們去我們的南部 我故意傳過去讓你們看一下景點吧 景點的話大概一個景點會加300戰力 那我這邊開給大家看 小地圖的這個點點呢就是我們的景點位置 這個有電池圖案的這個就是我們的景點位置 那大家如果還沒開景點可以來這邊開哦 把這個畫面停載讓你們看一下 這是南部的 再來呢我們飛去東部 東部的景點呢 在這些地方打開給大家看 再來看一下 東部看完之後呢我們最後來到我們的 森林 那這邊的話 景點呢會比較帶特別的地方 那可能有人不知道怎麼去景點 我來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以中間這個景點為目標的話 我們稍微走過去給大家看 什麼是開景點呢 就是你在走的過程中啊 你會看到有一個柱子的東西 那每個地圖 有三個景點可以開 你可以在那個 這個三條線的這邊紀錄 的冒險紀錄這邊 來看你的景點有哪些沒開到 那每個地圖都會有三個景點 可以讓你去做參考 可以把它打開剩下戰力 但是我走過來 可以去尋找我們地圖上 標的地圖了 這邊 可以看到這個 就是我們的景點標記 那你把它打開後 就會增加戰力了 那這個是每個地圖都應該去 白卡的戰力 可是覺得都還蠻有幫助性 那加景點戰力的方法就是這麼簡單 寶箱的話 每個地圖都會有三個寶箱 大寶箱可以去開 那這些開的都是會有 戰鬥力的加成的 那這些都是 很棒的而且很好解的東西 那再來就是它的孵化系統 基本上無課 要拿寵物啊 就是靠這個蛋 那這個蛋基本上就是很靠賽 但是大家都會忘記這件事情 這個蛋如果你要孵它的話 你可以選擇 這邊有祈願值 那你可以去選擇 你想要的是哪一個 然後再去做一個許願 然後再去做孵化 很多人都會忘記選這個 然後就直接按孵化 然後就很容易孵到 比較爛的寵物 我建議大家是先選 選完之後呢 然後再按孵化會比較好 那也要看你材料夠不夠多 那選完它就會按孵化 然後孵化 那孵出來了 那這個遊戲呢 最重要的問題來了 很多人都會問 請問如果我要課金要課什麼 我個人會覺得說這個遊戲 課金方式很簡單 就是 能課的東西就這幾個 我個人最推的就是我們的寵物禮包 我認為這遊戲寵物給的戰力 跟裝備寵物多太多太多了 基本上無課跟微課最大的差別 就是在寵物上面 我會覺得說 如果你要課金 就是課我們的寵物禮包的10抽 目前我開台下來 觀眾的心得 大家抽下來的感覺就是 只要課130就夠了這個遊戲 要嘛就課130 要嘛就課260 然後把裝備跟寵物拿到 尤其是寵物 寵物10抽下來很高機率會抽到4星 我不知道是這個遊戲有保底機制還是怎樣 反正很多人 大概有9成的人抽這個10抽 都有抽到一隻4星蟲 那沒抽到的後來再加課一包 130的幾乎都有抽到 再上去戰力的話我就覺得說 有一點難衝 因為要變成重課才有辦法衝這個戰力的情況下 我就覺得說 這遊戲其實就輕課就好 那你要無課的話你就一定要弄 很多人都會一直照著主線走 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那主線動物完全不看 也不知道什麼是像這個武器的相剋 每隻怪物都有屬性 那遇到不同怪物的屬性呢 就要切換這三種武器 例如說我現在是帶水火木 那就要選擇克制的怪物屬性去做一個 打怪物的動作 那很多新手就會盲目的一直解主線 然後完全沒有在看字幕 導致於打怪會有很大的問題 然後在那邊包 欸主線都推不了主線都推不了 那其實無課就是不要硬推主線 打不贏就停 停了就把這些商會任務解完之後就可以去掛網了 那怎麼掛網很簡單 就是在 挑戰這邊有個混沌領域 那這邊呢就可以去選擇你想刷的怪物 他都會想他會掉落什麼東西 那大家可以自己去選擇 那我像是我就會掛這個 他會掉一些武器製作卷軸啊 或者是一些找裝備 那這些都是對無課有很大的幫助的 那雖然過去之後大家會發現 欸怎麼經驗值有點少 那是因為你沒有吃這個經驗罐 這遊戲基本上到29等到30等會卡一陣子 因為會有個任務會叫你30等開寶箱 那那個任務要解的話 就要必須做一個掛網的動作 大家通常會解到那邊就卡住了 那卡住的話就要依賴這個能量飲料 會加700經驗值 這個的話會讓你在那個混沌領域掛網的時候 非常好練的 然後就可以突破一下 一個等級 然後就比較好後續的練功 那為什麼我比較推薦課寵物是因為 寵物真的比較好抽 我目前花了有530塊吧 但是我課130塊的時候就抽到不少寵物 我不知道是不是比較歐洲還是怎樣 目前我寵物有抽到這隻神鹿 反正就是兩隻四星 那我之前還沒有抽到這個神鹿的時候 全部放三星戰力也不錯看 就是我會覺得說這遊戲抽寵物比裝備中要太多 因為裝備的話 即便你抽到好了 這遊戲有比較過分 比較過分的地方是在於 他的裝備是有分屬性的 那你可以裝三把 然後做一個不同的切換 但是他的真正屬性卻有五種 也就是說你如果要課武器 你要課出五種屬性的裝備 這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會覺得說大家就是兩三星就可以開始用了 那二星之後他會可以升階變三星的情況下 我就覺得說 裝備是相當好濃 那怎麼濃裝很簡單 我們只要來這邊 地圖的左下方 路程的左下方會有一個做裝備的 按下去之後他會叫你 要不要做這些裝備 那這邊會講到 你只要累積做30次 他就一定會出產三星的裝備出來 那累積90次又會有第二個 那累積300次就會有四星的裝備 所以這邊就是告訴大家 你在怎麼玩 就是你一定會有保底的情況 就是你無課的話 你一直農這些材料的話 你是會有四星裝備的 而且是很好出現 會有保底出現的幾乎 那這種情況下我就覺得說 大家課金主要還是課寵物 那我們 無課的玩家 就慢慢農裝備就好了 那寵物也是隨緣 因為寵物其實在地圖上也是可以抓的 你在走地圖的時候會看到什麼 幻影蝴蝶 那個就是抓寵物的東西 那你可以利用那個去農寵物 那也可以抓到兩三星的寵物 然後再利用孵蛋 他能不能靠賽孵到三星 甚至四星 那這樣的話 就可以拉近跟有課金的人差距了 那基本上這遊戲 我覺得無課跟微課都可以玩 我是覺得沒什麼大問題 就是我目前玩下來的新聞 有三星的ologie 會對付寵物 那會不會動 我們在陽開幾乎 該不會動 這是超難的 哪一星的 好幾乎